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參加 中華科網機會第一屆讀書會 我先來說明一下,我作為第一屆的主辦 我先說明一下這個圖書會有幾本設計 這組繪成的意思就是說 裡面會有一本是由本土作家專心的科幻作品 那另外一本是由西方作家專心的經典作品 就一次圖書會我們念兩本書 然後兩本書 他們的主題可能會有一些關聯性 有一些相近的關聯性 那從這些關聯性去探討說 東西方無法的差異 還有我們未來的創作方向是什麼 那這個我們在第一場吧 就是我們去寫照五熊的星空中的二次一刻 那另外一本新聞的是我只挑下次 那如果是就作者觀點 其實我會覺得說 如果講太多自己的東西好像很怪怪的 所以我才可以簡單的就是說 可能說明一下它相關的一些 怎麼講 一些相關的 比如說創作立場還有裡面有一些可能隱藏的概念 那可能跟各位討論一下 那但是其他部分我可能就比較 比較不去設置 聽聽看大家來理解 也是蠻有趣的事情 那首先的話 這部作品其實算是我一個 比較特殊的寫作體驗 因為我以前其他部作品 也不像海群系列的特別故事 它大概都是比較硬一點的作品 就是相對於設定的量是比較多的 那這本的設定值跟量 他們是相對比較輕的 然後故事也是比較輕快的 那另外就是說文字的用法也是比較 然後比較直 就是比較輕然後非常的直白的 那以前 以前作品還會稍微去觸摸一下位置 那可是現在因為 就是 這本書的緣起也很有趣 是出版社畢竟打電話給我說 有一個欣賞說 那我們原來寫 然後他們是 因為這個書戲 他們就是說 那個出版社本身有出一些 經典的童話故事 或者是經典的古典的全作 所以他們希望能夠出一套 與它對應的作品 就是幻想作品 那裡面可能只有企劃與刻畫 或者是 或者是比如說靈異什麼都有 但是就是不限類型 然後可是完全可以對 對它的那個 那個出版社的經典的那一套書 可以做一個實驗圖跟對照 那原點是這樣 然後我們的人來看了之後 自由去發想一個新的書這樣 那時候我分到的題目就是 那個 那個 那個銀河鐵道職業這樣子 對 那所以 所以後來就是 在這個機能之下 我就想說 好吧 那如果有這個問題的話 那我就從中 先去看看原作之後 然後看看能不能給我 怎麼樣發想 然後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它的讀者年齡層的設定是在中學生 應該是以國中生跟高中早期為主 所以這本作故事大概也寫了比較 就是說比較注重在故事的流暢性上面 那深入的話應該就沒有什麼 沒有太大的深入可以看 這樣子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 然後接下來的話 可能 就是 不理想 在故事裡面 各位看過之後 可以看得出那個 作品裡面兩個主角 應該不是兩個主角 就是 有一位女生叫喬帆尼 她是一個未來時代的少女 她的名字跟後來她的那個 談戀愛的那個科學家叫馬國畢波士 有沒有發現中間的 就是隱藏的一些 概念或者是 或者是 就是 有發現到她的隱藏的關係 這樣 隱藏梗 對對有梗 有梗 有一點點梗 對 那她是 就是 那我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 喬帆尼她名字 她的性只有出現過一次或兩次 她名字叫薩根 那薩根 那薩根就是一個美國 非常有名的天文科學家 對 那另外她跟她談戀愛 叫做馬國畢尼斯博士 對 那馬國畢尼斯的話 她的名字是來源是 那個關於 是美國也是一個知名的 生物學家叫林恩馬國畢尼斯 然後這兩個人呢 在事實上是 前夫跟前夫的關係 就是他們曾經是一對夫婦 就是 只在現實世界裡面 就是薩根博士的第一任 其實就是 生物學家馬國畢尼斯 這樣子 所以他們彼此之間 有這個相關性 然後就把它拿起來 是一個 韓蝦黃她是一個 就是30歲左右的名字 然後她也是有類似明見的能力 是說 因為生物力之館的前半部的故事 是在講地球的古地之史 生物學史 那所以是那個男生 他只要摸到了化石 他可能就眼睛不自覺的流淚 然後 然後就是 那個化石 他曾經經歷過的 那個故事 可能就是 以類似時空軌跡的 這種的方式 就是會灌到他腦裡 他就是讀取了那一天 所以他可能會 了解一些這些化石 曾經過去經歷的實行 這樣子 那我是想說 我們在 在《星空軌跡》這個作品裡面 因為 就是說 同樣手法可能比較利用 所以有可能是 使用了另外一個方式 讓我們進行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女主角 就是張宣奇 她是比較簡單 她就是 看到某些現實世界 在整個方向萬物理的時候 她可能會 聯想到未來世界 就是 就是不自覺的 她眼睛會看到的是 未來世界 類似情境 或是類似概念 因為我們沒有看過那個 鷹河鐵道 這本書跟鷹河鐵道 你之間用的關聯詞 可以說是沒有關聯詞 完全沒有 就是一些名詞上面 那還有就是 鐵道的概念 那因為 有一次看過 鷹河鐵道99 我那個鐵道 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故事 比較浪漫比較悲傷 那 可是我覺得 給獨覺生看的 作品 弄這麼悲傷 好像不是那麼好 沒有 還是希望有一點點的 就是 比較正面的性 是不是 所以 女主角的不幸 也是因為 就是隱色 怕這個 溺水而死的關係 還是 也沒有特別去 也沒有特別去 對 但是 因為女主角她本身那條線是一個 對 相對是悲傷的故事 可是 因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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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個生物學的 教 學家的立場 還有她本身的成長立場 而言 她這樣子的 擷取算是一個 就是比較好的 安排 那其實 對啊 包括她的變案立場 或是怎樣 在那邊 也可以作為一個 就是 明體的 解開的方式 等等 然後 我另外 有一點很好奇 就是 生物學 加 寫科幻 是 為什麼會引用 輪迴這個概念 是 這是什麼 一個原因 就是 就是說 你教的那個 未來那個 也不是說 輪迴 有點像輪迴那種感覺 對 其實我沒有寫得很明確 但是 大概一個概念 其實 就是說 因為這個東西 它其實 在科學上是 是 如果是 嚴肅的科學 或是 你如果沒有辦法證明 你全面說 對的話 它其實不存在 它其實是 應該是 目前是被刺為 無情之談 但是 因為我們證明科學的方法 還有兩種 一種是 你不能證明它是錯 它就是對 另外一種 你不能證明它是對 它是錯 它在基本的方法 就是有 兩種不一樣的方式 那我在寫這部作品中 因為也考量到了 考量到了 讀者的 就是 讀者的名義 那第二個 就是說 就我自己的概念而已 或許它 它 就是說 因為我們對於 精神科學的了解相對 比較清楚 那的確是說 我們發現很多 人類 它本身的個性 或者是它的思考方式其實 跟 腦子之一的 就是 細胞跟種 就是細胞 細胞的一些走突 跟速度的連結 狀況其實是有不同 還有它們的位置分別 其實是有關係的 所以 我想 我想 使用的就是 類似這樣子的概念 那 那當然就是說 因為靈魂到底從不存在 它就會前陣到一個 哲學性的議題 那所以我盡量是說 不要去探討這個關係 因為這東西是 我在目前 我相信在有些證明 如果科學進展是發現 是可以很 進展很快的話 或許是有機會可以見 可是在目前是 是比較難去做一個明確點 那但是就我個人而言 我會相信說它可能是 或許我們真老真的就是 是一個機器 我們的意識是真的是 不單純給這些細胞 轉化出來 所以 就是作品跟現實世界之間 是不是有完全的存在性 但是我倒是不知可 好 這個 剛才第一選了 要自己自己帶 這本書是一個 時光旅行作品 跟那個 星空的二十一顆不一樣 或是在講一個 超越世界跟空間的 開箱 不過這一個 相對於這個 二十一顆的 主角式的學生 這個 下次本來做的是一個工程師 而且是專門發明到工程師 那這個工程師 他本身有一個才華去創造 各式各樣不同的東西 所以說 他就 他有很多很便利於生活的發明 這就是 海藍印他所架構出來的未來世界 那在這一個 履行裡面 他有兩種 時空旅行的方式 第一個時空旅行的方式 是 還有睡覺的 等功動臉 等功動臉 然後另外一個 其實他也說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是說 反正有一個教授很厲害 然後他就弄了一個理論 然後他就有辦法把你送回去 其實我覺得還蠻像回到未來的 對 他本身人家 在一般的循環小說 一般的那種 春月小說 超越時空都會去理想很大的世界 可是啊 這個就好像是一個整位出發點 雖然跟他的所屬的企業也不關 但是跟世界其實沒有什麼大的關係 這其實很像是一種 以社會人士回出發點的小說 欸 就是說 如果我是作為一個 欸 作為一個社會人士 或是一個有專業的中壇階級 欸 人家大部分的科幻不在這位置 欸 他們 欸 我會遇到我的聖過之心 後天我也去追求一個愛情 然後這個可能是幾滴戀的 這個 出現會這麼大一些 就是我 欸 欸 那他們所謂要求的啊 就是 企業鬥爭嘛 欸 然後夏季的建議 欸 然後很重要的說 他會跟我們社會上的制度 講進來 就 幸福的二十一課 講的主要是 學校 那他講的就是 社會 那 那 他講的又不只是 企業無話 我覺得這一本 這個夏之門很神奇的是 他作為一本小說 他講的也不是企業無話 也不只是企業無話 他講出的是 專利制度 欸 然後他講的專利制度 不是像那個專利律師那樣講 其實我看這一本書的時候 就一直中槍的感覺 他是以一個發明者 以一個工程師的角度 欸 去看專利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同時 他又把發明啊 投射到我們的生活 欸 那他去談這一個專利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我根本不管專利是怎麼寫 欸 欸 重點是他轉棒的 然後 他提到一個很棒的點 就是說 其實很多發明啊 是技術要到位 其他技術只要到位 欸 才有辦法去 自己下一個發 一開始你的扣搖在怎麼好 你有些東西沒出來 欸 你就是出不出來 就像iPhone、iPad的 一開始 就算你有那些技術 欸 我之前有稍微做我一下 那個社群啊 再說一下搜尋 其實 iPhone、iPad的那一種品質的東西 很早就出來了 欸 可是就是因為 相關的技術全部沒到位 無線網路啊 然後那一個觸控面板 那些技術 統統還沒到位 不是不夠便宜 就是不夠精準 欸 那 叫他全部到位 然後商業國是跟上了 之後 那個東西才能夠推出來 而且更好 更方便 欸 那從這個觀點來看 他其實是一個 對於世界是蠻樂觀的心理 剛剛 他有提到說 他覺得 欸 會去挖 地球所有的資源 然後把資源消耗殆盡 然後大家也知道說 欸 我們商業化不斷發展的結果 就是去 浩解地球 然後這樣去掠奪窮人 欸 但是 如果從創新的角度來看 我們會有其他方式去應用資源 欸 像是 譬如說 我們現在吃的東西 我們或許 我們可以用 其他方式去應用資 我們可能會有生態動發 嗯 我們會有很多很多的新技術 這個其實是一種很樂觀的 很科技思維 欸 因為人類會 在面對困難的時候 人類一直每年都在遇到困難 我們就要靠我們的創新 我們去 我們去 把以前的舊技術去組合 我們去組合它的話 我們就有希望 那 它在這裡面啊 就是說 人類有舍到嗎 只有一直散是通往比較溫暖的事情 所以說還是 一定會有 只要我們不斷的去查詢 欸 即使 我們在開的事業上都會失敗 欸 最後還是會成功 我想這是這一部最主要的觀點 那相對來說 這一部的愛情 反而沒有想到這麼重 嗯 我覺得它本身有 蠻濃厚的所有性質 但是它愛情 畢竟比一般的特幻想說重 欸 很層邊重 相對來說 愛基莫福的作品 你對愛基莫福的作品 欸莫福的作品很重視國際思辨 那這一本 所以比較重視社會價值 社會價值跟制度的內容 欸 那 那我也覺得很有意思啊 我就覺得說 欸 如果 這一本書我覺得它定位是給大學生 大學以上的社會人 這個要給我們看 那我同時也是把它當作我們 那個生活中文智慧產品的教材 推薦給那些學生 那其實 我先自己跑去學校 只看接累紀錄 看來推銷的校服生 呵呵呵 呵呵 很確定打 呵呵呵 那我的導演就先到這邊 那 那個 世偉人是海萊因專家 也沒有很專家 欸 說明一下 這個海萊因它其實 最著名的作品 其實是科幻戰爭 嗯 對 然後它最終是可以 面對社會寫出這個 其實 社會寫出這個作品 而且它的年代很早 它是1956年的書 對 那1656年的書 其實它已經體驗了很多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在意圖 所以它是4年4月2011年 而且它是確實也很誠實的 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 它每個時候 不然我提到 在2001年的時候 它已經在意圖 它發現 所以 我們要 講話 然後 電腦就自己寫出一個 上頁有的文書 這件事情都不可能 因為我們 花錢去請一個 高中生的寫來 教官 呵呵呵 這 還願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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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寫那個 新鮮戰將的小說裡面 是不是真的像電影的一樣 大概一直長 那種故事 我忘記了 他們那個 步兵團裡面 真的都一起去跑 但是 如果是 如果台來英的話 我覺得是海白鎮湯 對啊 很喜歡這樣子 台來英的話 我覺得海白又可能不知道 是這種事情 因為它 它就是很開放 它就是這種方式 它像 尤其是它覺得 像看美原小說 都會有很多 很奇特的婚姻關係 這樣 你看那個 像 陸樂算是比較特別 大家如果有看陸樂 他什麼 線性婚姻 什麼有 一個有多男多女的 很複雜的 一個婚姻關係 然後 他就是覺得 那個 反正他就是 個性很開放 他是覺得 各種不同的看法 然後他也是 就是副主者 他就是各有政筆 各都有 有多有趣的 我想請教 這個是很厲害的 不過這些是想 他這一個人比較早 我現在是講台灣科幻 快大肆講一下 台灣 台灣真的很不爽 以台灣為主 再擴展一下 這其實有方面 不 科幻換得太大了 你沒有辦法 請不講 你個人的能力有限 有一些 有時候會講 寫作方面的 不是 那種方面的 不是 像這個 海來雲 這小說 是任何的科幻小商 主要是抓住他的 莫入 他的脈入 他的脈入主要是 那個 時光旅行 跟東名這兩種東西 從這個地方 他去 他去 去演變 他的細節問題 他發明家發明很多東西 塑造很多的情節 目的就是要 表現 時光旅行 跟東名 這種 很好玩的遊戲 我 我活到 不耐晚了 就到未來去 到未來去 我發現這個 我的發明被 被人家改造 或是我的發明被人家利用 好像是我的發明 怎麼會被 專利被出賣 回到過去去 去找 去找當年的資料 然後再 又跟那個 那個女孩 差他死 差他大概是 二十歲 差他二十歲 然後又跟那個女孩 一定在未來再相見 再兩個再幾分 這是一個大骨幹 一個大的脈絡 所有的科幻小情節 都在這個脈絡裡面去 去划長 他自己編織出來 這是科幻的元素 所以 海阿因 他 對科幻做一個定律 他說 科幻不應該 做science fiction 這樣一個想法 應該是 做spective fiction 推測 推測 推測性的小說 同樣是s的 不要把science 這樣這個字 去掉 有這個 推測性 合理性 邏輯性的小說 這可以當作 科幻小說 想要把誤性 的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